在台灣的汽車市場 百萬集聚的SUV 生活消費者的喜愛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近兩年來 你會發現 跨界的休旅車 有迎頭趕上的局勢 所以各家車廠 也紛紛在搶食 跨界休旅車這一塊大兵 消費者的選擇也越來越多了 那如果你是平常一到五的時間 你都一個人開車 然後假日再家人再朋友 你是不是一定要買中型的SUV 會不會跨界的休旅車更適合你呢 而在台灣這個市場當中 跨界的休旅車有沒有哪一些 相當不錯的選項呢 我們首先帶大家來看看 近期討論度非常高 銷售成績也相當好的 就是這位新同學在我身旁的 Honda全新大改款的HRV 他終於正式的上市了 羅哥 沒有錯 其實日系的這種小的 CUV的始祖就是HRV 那時候Honda做了HRV之後 全市場都進來 真的有人需要這麼小的休旅車嗎 結果事實證明 你看HRV從銷售上就看出來了 他幾乎就是一直纏連在這個 這個等級 都一直在前面 對 所以那到了第二代 我們當然就非常期待 你看 但是我們從這外型看 哇 第二代怎麼跟第一代 非常的不一樣 長得完全不一樣 你看我們先看這個車頭最明顯 所有的Honda車系 你現在看得到 車頭一定會有 鍍鉻邊緣的水箱霧照 沒錯 這個現在怎麼沒有了 感覺有一點點像電動車 會不會覺得 沒錯 你講對了 他這個看起來就是 他要讓你這個前面的這種水箱照 好像快要消失的感覺 感覺變隱形起來了 隱形起來 就變成像百葉窗一樣 對 好 然後中間的Logo也變很大 而且注意喔 這個不是屏標喔 這個是立體的喔 是 為什麼 對 我們平常不是講說 只要是屏標的話 裡面有ADUS 對不對 但是這台沒有屏標 可是它有ADUS 所以不一定要這樣看對不對 對 它仍然在這邊是有 而且它跟特斯拉一樣 它現在全部是視覺化處理 OK 用影像處理 用影像處理 而且效果是非常的好 那所以你看 我們把它向電動車以後 你看這裡也是桿桿進去 對 側面 然後一直到底下這個氣壩 這個什麼 就做得非常的簡潔 非常簡約 是 這整個一看就跟上一代 就完全不一樣了 這個非常書卷氣息 是 相當文青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你看側面 它變成是一個 很垂直 對 這個是大型SUV的一個 怎麼講一個趨勢 因為這個是為了要行人友善 因為做這個垂直的話是 對 因為如果萬一不小心撞到行人的話 對 會比較不會影響 傷害度會降低 會降低 對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設計 好 然後你整個車頭拉平上來了 因為以前是比較前低後高的線條 我們來看車側會更明顯 然後我們看這個頭 這個燈條也是變成一條而已 日行燈 而且面積其實蠻大的 對 其實是蠻漂亮的一個眉毛 然後LED的頭燈真是理所當然 但是我們會看到注意 這個車側的線條 從這個燈眉上緣開始 一直拉 一直拉 拉到車尾 它是幾乎水平的 對 這樣子的好處是什麼 對 你會覺得這個車子好像變大台了 好像變得 這個是長大了 很明顯的感覺 對 而不是以前那種前低後高 上半部是小跑車 雙門小跑車 但是你說上半部是雙門小跑車的 一個很重要的精髓 它還是存在 你看 這個拉過來 一直拉過來 拉過來 後門怎麼沒有把手 上一代其實也是這樣 對 沒錯 它的把手仍然是隱藏在這裡 對 有點像小跑車的感覺 但如果你還有印象的話 上一代的時候 它並不是有這條尖線那麼明顯 它是從這邊有一條 向下延伸 所以是前低後高的那種味道 是非常鮮明的 了解 剛剛羅哥其實有講到說 這一代HRV似乎看起來 肉眼看起來是放大的 對 它有一個小技巧 就是之前的A柱其實是比較傾斜的 但是這一代之後 它變得做得比較垂直一點點 還有呢 我也有發現說 它的輪圈的 就是它的胎圈的配置 尤其是輪胎的部分 現在變得有點像胖胖胎 就是它的扁明筆變寬了 你的視覺效果會覺得說 輪胎好像變大顆 對 然後就整個看起來車子就好像變大的感覺 其實它真的也是做得還蠻大的 尤其你看這個輪湖 這裡有塑料對不對 它上面又再多一圈 有沒有 它就會讓你覺得它這個是堆厚了 尤其車頭這一區塊 沒錯 你就會覺得這樣子 它就是真的好像高了一級的感覺 這個是非常明顯的一個視覺想的感覺 可是實際上車長並沒有加長很多 軸距甚至於是一模一樣 都還是一樣 基礎上它就是基於FIT的架構 然後把它變成CUV 這個跟上一代是一模一樣 對 沒錯沒錯 然後我們這一次 在現場這一台是比較頂規的 就是尊榮版 Prestige 所以它的輪圈是銅色的 比較深淺灰色 對 很帥 對 如果是入門的那個版本 其實也不能算入門 S Plus進化吧 S Plus版本 然後它就會有鍍鉻 雙色的這樣子設計 所以那個還比較活潑 但是這個就感覺 哎呦 比較尊榮 而且感覺就比較未來感 那如果比較入門的 S Plus的進化版的話 它在水箱護照的部分 就不會是跟車身同一個 對 重點就是在這邊 是由這個來分辨 對 所以你這個跟車身同色 你就會覺得說 前面那個水箱照 好像已經比較消失了 對 就會很有電動車的味道 很有未來感 所以是非常的正確 是 那我們看這樣子 整體的這個造型 你看它的這一條車頂線 跟車側腰線 是不是幾乎變成平行的 所以這暗示什麼 車內空間很不錯 來 我們來看一下門 好 雖然軸距跟上一代不變 對 可是車內的空間 他們也有再次強調說 他們這一次把後座的空間 由於西部多了3.5公分 是 你看看 這個3.5公分 我們光用視覺看就覺得 哇 這好大 我先坐進 對不對 真的 像你的大長腿 你看看 坐在後座 哎呀 太輕鬆了 是啊 而且你看西部空間真的超好的 然後頭部空間也很不錯 超過一個全球以上 車頂線是平的 你就可以暗示 你就可以知道說 那後座 連頭部空間也絕對沒有問題 對 但是羅哥 他的座椅是不能做變化 對不對 那你就錯了 我是說他可不可以往前後滑衣 或者是椅背稍微往前傾 好像 這個不行 不過他的椅背是更傾斜的 所以你如果直接坐著 你就覺得夠舒服 了解 所以原廠難怪會講說 就是跟上一代HRV比 他傾斜了多了兩度 他可以媲美到像這個AQOR 他們的旗艦房車那樣子 座椅的舒適度 傾斜的角度 所以你坐再久的話 其實疲累感也會降低 再加上他比上一代 還有一些很多 我覺得小巧思 我這邊故意放了一個手機在這裡 他有一個專門 hold住手機的小袋子 你就不會說放在這裡的時候滑下去 你找不到手機 這樣子hold住 這也算是小巧思 對 相當不錯 這個就是其中另外一個小巧思 但是你可能忘記了 這部車子 它跟FIT是很有關聯 所以它的後座 依然有Ultra seat 它有Ultra seat 對 所以你看 非常簡單 我只要把它抬起來 這裡卡住 你看後座跟FIT一樣 仍然有非常非常大的使用空間 兩個椅子六四分離 都可以往上線 所以你如果去買噴胎 對 你甚至於腳踏車可以直接從這邊塞進去 有公路型的那種腳踏車 是比較大型的 都可以塞進去 你看這個高度多好用 那如果說來羅哥 以你的身高 大家除了看到後座 他可以這樣的變化對不對 但是如果以羅哥的身高 那比如說比較大隻的男生 坐在後座會不會就跟我就不太一樣 你會覺得比較優勢嗎 都沒有這個問題 這個你都一下過濾 而且你看我連頭進來都不用說蹲得太低 就很自然而然就進來 CUV的優勢 頭部的空間也大概快要一個選頭 所以基本上非常的OK 對 後座當然也有六四分離 而且你注意看 我現在從這邊可以把它搬下來 六四分離往前倒的時候 它是整個坐墊 有沒有 整個坐墊是往下降的 對 所以行程它這裡跟後面是完全平的 我們來從後 意味著比較平整就對了 非常之平整 好我們就看一下後行李箱的空間 對 那我們到後面來看的話 好 他當然有電動文也有這個 太棒了 之前的HRV沒有電動文 對 所以上一代大家這邊 一直敲碗藥油的功能 現在這一代全有了 是 你看有沒有是完全平的 現在所有的車子都可以六四分離 往前倒嘛 可以 但是多半前面那個座椅都會翹一點 翹一個角度起來 傾斜 還有喔 如果你要是想買同級的CUV 有一些車 它還是中間有落差 第二排座椅傾倒下去之後 它中間有個落差 沒有這麼平整 對 沒有錯 所以這個基本上當車床也沒什麼問題 是 而且那個空間又夠高 而且一般大家覺得 FIT已經很厲害了 FIT的後座的 就是第二排座椅倒下去之後 是180公分 他們再次強調說 這次HRV是到190公分 那當然啦 因為它車長長得那麼多 對 你只要再鋪個墊子 然後再處理一下 就直接睡了 就直接睡啊 這沒有問題的 而且你在車裡面 你起床還可以坐得起來 你懂意思嗎 這個很重要 有的車子 我也試過 說說什麼 一起床完蛋了 腦袋一定到 就直接撞到 就是因為它座椅的椅墊 沒有往下沉 就往前清的時候 它會往下沉 所以它沒有辦法全平 然後因為你椅墊又厚 所以它就會就卡在那邊 就有點像斜坡這樣 斜斜的 對 然後睡起來就不舒服 了解了 果然 羅哥你是老經驗 很厲害 對 而且你看 它在這底下的部分 因為它也不放備胎了 對 所以它就用了這個 分隔裝的耶 分隔的 它幫你裝 所以這底下 其實還可以裝很多東西 隱藏式的 你要放比較安全的東西 或是長條狀 或是什麼 都你自己可以自己按 有一個收納的空間 隱藏式的 然後還有一個更有趣的 現在鑰匙在我身上 我如果譬如說 我們露營會帶大冰箱 有沒有很重對不對 那我知道 我等一下要把冰箱抬出來 我可以先按這個按鈕 OK 那個是 然後綠色亮起來 把很重的冰箱搬出來 搬出來 十人份的 快點 這時候已經完全不能管到後門了 對不對 這個時候它就自動關了 這個預約的功能 沒錯 所以你有選擇性 你可以不用 對 但是如果要用 就可以有這樣子方便的功能 對 但是鑰匙要戴在身上 對 當然 因為我要離開車子 它就直接上鎖囉 對 然後你看 現在這個尾燈 多漂亮啊 真的 全新大海版 我覺得最成功就是這個 這個對不對 OK 你看 現在洗掉之後呢 它的下半部沒有亮起來的時候 其實是白的 有沒有 所以有沒有亮 那個看起來視覺效果是真的是 差異非常大 而且其實很像豪華品牌 有一個品牌 它是琴劍式的一個設計 對不對 而且它的亮度是非常均勻的 對 我覺得這一次大海版 真的非常的成功 對 外型很討喜 如果你只是看照片 你真的要現場看一下 你才會覺得 這台車的質感真的比上一代好 非常多 羅哥一再強調 質感比上一代好非常多 除了外觀的設計之外 當然內裝才是更精采的 我們現在到車內看看 走 好 剛才冠儀你們看的外面 很大的改變 對不對 那我覺得坐到車內 坐到HONDA的車 有一個完全沒有問題 你不會質疑的是什麼 空間 是 對不對 你剛才那後座 那個空間表現 以這個CUV的級距來說 我相信HIV還是數一數二的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 而且他其實也不輸CC 對 我覺得本田在這個MM思想空間 極大化的利用下很棒 那前座的部分 有幾個重點跟他講 就是我完全同意羅哥說的 這個車你要實際看 你坐到車內發現 雖然說他沒有新世代Fear的 幾乎是全平面的這個儀表介面 OK 但是他你看到發現 他的儀表板 其實突起的沒有明顯 中控台的螢幕 也不會上揚的非常多 所以你往前看出去的視野 我覺得還是非常好 對 這個是重點 好 那接下來我幫大家提點一下 一些主要的配備 首先在這個級距 他都沒有HUD 當然HIV也不例外 他沒有HUD 不過在這個儀表板 我想要跟大家講的是 因為有些網友會說 他怎麼沒有全數位儀表 就是沒有像FIT那樣子 對 以這個世代來說 他應該要有 但是我覺得 就是大家如果你仔細看 你會發現 他的雙環儀表也好 或者是中間這個4.2吋 的這個數位螢幕 質感是好的 因為與其你給我一個質感沒有這麼好 或是沒有這麼精細的全數位儀表 你不如給我這個 對 對我來說是這樣子 就像在這個時代 很多人有那種數位 手機 數位的迷思 對或數位的手錶 但是還有很多機械表 大家還是很喜歡的 對這種傳統工藝 我覺得精細跟這種質感 會是消費者對他比較驚豔的地方 好 那我們接下來再繼續看 比如說這個方向盤 他這個是皮革 他的整個設計也是四項調整 可以符合很多駕駛 不同的體型 那因為我們今天 在棚內來的是頂規的尊榮版 所以他有換檔撥片 那這個多功能 那右邊的這邊會是他們整個 HONDA Sensing ADAS的控制界面 那左邊就會是 我剛才說這個前面的4.2吋的 螢幕的調整功能 行車資訊的調整 行車資訊的調整 而且大家可以去看 這個整個質感的設計也好 其實都比上次代有的很明顯的進步 對 絕對是全新世代的 對 全新世代 讓人會感覺到 他是全新世代 躍進是算有誠意的 是的 好 那我們看完了 我駕駛座的部分之後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中控台 那我相信最大家期待的就是 這個8吋的觸控螢幕 這就是我們之前看到FIT上面的 沒錯 而且他有支援中文 對 支援中文 那當然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都有 只不過他現在都還是採取有線的狀態 有線的 有線的連結的部分 好 那再次提醒是因為我們今天 試駕的是頂規的車型 所以它的空調呢 是雙區的恆溫空調 那如果說你 所以比較入門的話是單區 對 就是單區的恆溫空調 這個是有點差異 那這個地方 我覺得它也是滿有巧思 它可以放手機 你的手機讓我們試一下 最大手機了 蘋果最大的 其中放下去沒有問題 很棒耶 而且物盡其用的是什麼 你看這兩邊都還有外接的插電座 充電孔 對 充電孔很重要 那充電孔除了這兩個以外 下面還有一樣無線充電板 這個無線充電板好大一板 對 我們把它放進去看看 對 好 也是可以耶 而且它馬上就亮解 它現在充電的功能 它是不是有個開關啊 對 我覺得 就是我不想要充電的時候 我看到螢幕亮解 它在充電 對 你剛才說的重點是沒錯 是因為 因為我們剛才說 Android Auto或Apple CarPlay 它是有線的 對 那如果今天你插了它 在用使用Apple CarPlay的話 那如果你手機放這邊 它就在無線充電 我覺得其實不好 對 我也這樣覺得 所以可以把它關掉 因為有時候它可能只是放個手機 沒錯 你可以選擇開或不開 這個是它滿有彈性的地方 對 自由度比較高 好 那它這個部分 除了這個Econ的環保駕駛模式以外 它這邊都是變成電子化的 不用是竹踏式 或者是什麼傳統那個 手拉式 這麼用力 卡卡卡卡卡 還不大會放這樣子 這也是算是在同機裡面 它表現是優秀的 對 沒有錯 因為這個幾具多數都還是傳統的手擦車 或者是你剛才說的 竹梯式手擦車 對 竹踏的 好 好 那這個電子手擦車 那有Auto Hall 其實Break Hall 就是我們習慣成的Auto Hall 對 然後還有帶速熄火 啟動系統 還有陡坡緩降功能 然後這個時速3到20公里 當然有人會認為說 陡坡緩降 其實我不常去戶外玩 不是四輪驅動 對 那我又不常去戶外玩 這個功能對我來說 好像有點雞了 其實不盡然 像我有時候常去一些百貨公司 停車場比較路線比較陡一點 那控制沒有這麼好 路線又小 它的這個功能 你就不用控制油門跟煞車 專心控制你的方向盤 只要控制方向盤 控制你的方向盤 它會幫你 take care一下你的車速 不會讓你超過車速太快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其實 在一般的使用上也是蠻方便的 這個是女生會非常覺得有感 而且是對女性駕駛來說 是很友善的 你會一開始聽說 陡坡好像對我沒有幫助 但你實際用過之後 你去一些地下停車場 走個一兩次 你就會發現這個功能是好用的 對 對 對 那最後一個我想要幫大家補充的是 因為我們剛才空調有戴過說 這個是雙距塗門空調 沒錯 一般這個傳統扇形出風口 沒問題 旁邊還有一個L型這個造型的 那還有一個旋鈕 這是要幹嘛的 一般我們這種出風口兩個功能 開 彎 對 對不對 那這個還多一個叫什麼 這個叫擴散型 也就是說 上面這個 當你切到這個的時候 切到擴散型的時候 它的風就會從這邊出來 擴散型 有有有從這個地方 從這邊出來 L型出來 那這邊的好處是什麼 如果今天我車門都關上 它的風第一個 它不會直接吹到你的臉 第二個是 它會沿著旁邊的車窗玻璃 一路往後吹 所以後面的人受惠 對 搭配你剛才說 設計更好的出風口的設計 所以後面的冷房效果更好 而且這個是我們有實際測試過 就是在大太陽底下 有些人如果以前開車 你這個撥的不對位置 吹到玻璃會怎樣 玻璃會起霧 後視鏡看不清楚 對 但是如果你用這個擴散型 我們整個試駕的時候 它是不會讓你車窗玻璃起霧 好有巧思的一個設計 所以我必須要說 就是看起來它就是很簡單 但是它很多巧思 我們剛才說的一些巧思的部分 其實是怎樣 第一個有明顯的進步 再來是它是適合台灣的用車環境的 沒錯 對不對 因為從訂單上面 就可以反映出來 突破2500張 這有點嚇人 相當受歡迎 中文字幕有誤定